要不是视频真是不敢相信 知了竟然这么神奇 这是一只享受完168个小时的知了 此刻的他深知大限将至 却非常不舍离开这个天堂般的世界 虽说犹不得他 但意志力却让他又多活了接近一个小时 尽管他的翅膀脱落不能再飞了 上半身也已经空了 可知了却仍然挺着残驱坚持往前走 显然这只知了心有不甘 躲藏在暗无天日的地下长达13年之久 好不容易出来了 却只给一周快活的时间 可想此刻的他是一种怎样的心情 为了多活一段时间 就算不能飞行 走上一会知了也是非常的知足 起码自己在这个美丽的世界多享受了一个小时 可能这一个小时在我们看来很快就过去了 可对只有一周生命的知了而言 已经很久很久了 随着大限将至 不舍得知了 最终还是离开了 但他却依然可以往前走 或许是残留在他身上的记忆 驱使着几只爪子继续前行 要是没有外部的干扰 这只没有生命的知了还能再走上一段距离 这同样是一只大限将至的知了 但他却没有第一只知了那么幸运 此刻的他因为身体老化 后半身已经脱落了 可不想离开的他 仍然坚持多活个几分钟 哪怕不能飞也不能走 知了也心满意足 为了让自己尽可能保持清醒 知了不断晃动他唯一一只有知觉的爪子 随着几分钟的艰难苦生 满足的知了最终还是离开了 除了知了不舍得离开美丽的地球以外 其他昆虫同样也是如此 这只虫子比前面的两只知了生命力都要顽强 尽管脑袋以下部位都变成了空壳 可他依然还活着 爬行的速度也是很快 一直过了三天 这只虫子才离开地球 这要不是网友用视频记录下来 真是很难想象 小小虫子的生命力竟然如此顽强